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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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功夫啊 赶哥 杀了他吧 别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身手的 就让我活动一下筋骨 拿我家伙来 让我来 来 找我 姓 凤凰 对不起 这位姑娘 在下失礼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刚才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手 男女之拳区别甚大 请恕罪 露馅了吧 你眼力不错 手上也有准 三招两势便识破了我妹子 赏燕 一边去 看哥来教训她 不行 我还没跟她打完呢 抱歉 这位姑娘 我不能和你动手 为什么 在下自习武之日起 便发过誓 一辈子不会和女人打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女人了吧 我还就告诉你了 今天你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你 请慢 有话快说 你要干什么 既然姑娘执意相逼 那我只好将双眼蒙住 就当没看到姑娘你是男是女 傻业 咱们是土匪 不怕丢人 怕愿意送死 与你何干 动手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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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快看到了眼 那我也不用盯起 否则有失功允 拿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多有得罪 狼牙棒何在 大哥 你 选兵器 我并不想比武 大当家的 只求你 放过我的徒弟们 和飙车 什么 你还想带着人 带着飙走 只有一种可能 你想不想听听 愿闻七想 你杀光我山上 所有的兄弟 大当家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你先剩了我手中的狼牙棒再说 挑兵器 看来大当家的想以武会武 那我又何须挑兵器呢 不如咱们比试拳脚如何 谁是你的朋友 我杀狼练武就是为了杀人 拳脚不会 你又再不挑兵器 别怪我动手了 跳 这位小兄弟 借你的宝刀一用如何 你太少不起人了 跟我们大当家的比武 关小哑巴借把破刀 你 没事 他要装大一把狼 让他装 反正我也是条狼 看我这真狼不砸烂他脑袋 把刀给他 帮他 救命 大当家的武功高强 我认输了 认输 是 心服口服 只恳请大当家的 能放了我们师徒和这趟标吧 输了还向我放标 呸 其实刚才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好好挑兵器 赢了我 那我就放你们走 你却装算 那就活该了 刚才的规矩记得吗 你们几个想活着下山 要么留下条胳膊 要么废条腿 选吧 我亲自用狼牙帮伺候 大当家的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只求让我这四个徒弟带着这趟标 平安下山 想什么呢 十三立岗是你家杠头吗 手下败将 还要改我规矩 那什么狼 那什么狼 就你 还当土匪头子吗 丢这 你拿着衬手的兵器 我师父拿个破刀骗子你赢了 算本事吗 师父 都怪你 走的时候 我要背上王武大伯留下的那口宝刀 您拼不着 若宝刀在 您能输给他吗 你说什么 王武 你说的可是大刀王武 是 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难敢偷王大侠的宝刀 偷 在下命里没这个字 那你哪儿来的宝刀 人家送的 你管得着吗 我师徒一个比一个会追呀 就是送的 我师父 在洋鬼子的枪林待遇下 抢下了头颅 还了老英雄全尸 没错 王武大伯的朋友们为了报恩 就将他生前的宝刀 送给了我师父 你 难道是火源甲 金门大侠 护元甲 刘震生 你们几个怎么如此多嘴 没错 我听说过 护元甲的大头领 就叫刘震生 哥 他真是护元甲 大当家的 这位姑娘 在下 护元甲 今日行镖路过此地 多有得罪 还请 诸驸英雄 霍大侠 请受杀狼以拜 霍大侠 体操我的一拜